是超級週末藍綠大拼場 不過呢 現在有一個話題拋出來 就是在立委選舉 現在有一個出乎人意料的人物 這當然之前都有傳言 黃瑞進要選立委了嗎 好 來看到 其實在這個黃月衰 這是獨立總統參選 他在台大校友會 辦了一場網友見面會 他是首度證實這樣的一個傳聞 我們先來看這樣的一個報導 我對宮伯是很有 我很有尊敬的 如果我的公公要我出來選 那我還是會答應我的公公 這樣 陳這邊的家族 你們要懂得對台灣人民表示懺悔 你們陳家還要做馬英九的 最大的助選員嗎 會把台灣的支持 台灣人民的奮鬥 民主的奮鬥 被你開掉了 是你黨家跟他開掉了的 好 這樣這個議題拋出來 我們知道呢 這個施明德剛剛有講了 這個包括了 他說這個扁家不要連羞恥心都沒有 還有其他的一些呢 我們看包括這個這樣的議題拋出來 大家怎麼做反應 而且包括陳志忠 陳志忠他講是說 其實黃瑞進並沒有參選 但是呢 這樣的議題拋出來 這我們剛剛也聽到了 這個黃瑞進說公公要我選就選 但是現在還沒有講到這部分 是還沒講到 不是說不選哦 好 再來看到這是立委陳廷飛 他說尊重啊 不過希望大家以大局為重 還有立委蔡黃郎呢 也有講到說 應該要尋黨內機制啊 尋求證照而參選 應該向黨內表示意願啊 不過我剛剛看到這麼多的一個反應啊 葉勇大哥怎麼看 我覺得這個 這是個假議題 假議從頭到尾都是個假議題 第一個 陳水扁不會叫黃瑞競選 因為他這個場合是什麼場合 是黃瑞瑞找什麼吳國棟 吳國棟以前跟我們同社會組的 我太清楚他了 找這些人他網友會 突然問他說 你會不會選立委 黃瑞進突然被問他 會在問一下 公公只要我選 我就選 第一個他公公不會要他選 第二個他選立委 就跟黃瑞瑞選總統一樣 是假議題嘛 黃瑞瑞會選總統嗎 你覺得呢 他說我如果提名不夠的話 但是如果真的出來選會不會上 他要去哪裡選 他提名不會上 因為他這種情況下 陳水扁現在他注意的是 蔡英文會不會上 上了以後對他會不會特色 這是他最重要的考慮 他們家 第一個有必要多一席立委嗎 你要去哪裡選 哪個地方你去選你會上 你去跟邱毅選 趙天林怎麼辦 除非趙天林讓你選 那你的實力比趙天林好嗎 現在最喜歡他去選的是邱毅 邱毅希望他去趙天林那裡 三個人選 那把趙天林的票混掉 他就躺著選了嘛 這個不要做夢 不會陳水扁選舉 民進黨沒有比他更會選 他到底會不會 黃瑞進憑什麼出來選立委呢 去哪裡選呢 他第一個他是民進黨 要不要透過黨內基礎 大家都講出來了 把一個不可能的事情 然後大家拿出來討論 這不是假議題是什麼 大老 這個我同意義鴻大哥講的 這是一個假議題 但是我用不一樣的角度來解釋 我覺得昨天黃瑞進在黃瑞瑞的場 他是很嗨 很開心 這個唱作俱佳 這我覺得有兩個解讀 第一就是說他已經完全走出 那個陳之中 就嫖妓選舉過程中 所有的這些陰霾 一直完全走出了 還有第二點 他昨天回答這樣的話 表示說他的心頭的深處 對從政這一條路不拍攝 如果不愛選的人 就不會這樣回答 所以說起來他如果有機會 他要真憑 但是他的回答其實並不好 他是講 他說大家 他知道這一群人就喜歡陳之間 所以他就說 我公公要我選 我當然會選 但是我的結論是 他的公公不會要他選 他也不會選 他也無從選起 而且民進黨在南部 也都提名完畢 所以要不要我貼口之斷 他不會選 如果選呢 我覺得你這樣說很遠 很遠 不要再打賭 郭光琴怎麼看 不值得啦 不值得為他打賭啦 對 剛剛講到這個部分 這是陰霾走出來 或是說 對一般人呢 剛剛其實這英雄大哥講的 就是說 這雖然不會選 但一般人就是說 如果真的不選 應該就說 不不不 不要問我這個問題 不可能 你來說這絕對不可能 但是他這個好像有一點點某種程度的保留 只要神大佬不要叫我去跳愛河照 我基本上 當天那個現場 我整個有看 完整的 我認為後來媒體是截錄的 某種程度是扭曲了原意的 因為當場 你知道那些支持者 縱使是黃岳錫老師的支持者 他們在起哄在鼓噪 那剛好碰到黃岳錫又是 非常充分表演性格的 我可以學他 他就很愛表演 所以他本身我認為 他有政治細胞是沒有錯 有他的這個選民魅力 他是有意願的 你看他幾度不管什麼事件 對著那個美光燈 而且他會營造美光燈下面的 給媒體拍攝那些鏡頭 比黃岳錫好看多啦 跨過那個柵欄 然後去聞花香 讓媒體拍 他很習慣那個 所謂官邸生涯 所以從陳志中追他 他整個在第一家庭 他那個生活是非常適應的 然後2006年去看國泰司華那個金庫 他看得很高興 後來你看連面對那個陳志中 的那個嫖妓案 哇都是他在講話 陳志中在旁邊 靜靜的沒有辦法插嘴 那所以他本身是有意願 就台下的那個民眾 一鼓噪起來的話 他非常知道 那個關卡在於誰 在陳水扁 因為當初陳志中要選 司議員的時候 當時候也有媒體講說 那黃岳錫你來選立委 家裡出兩個人 那對你們的官司有平反 那政治破壞什麼都可以又喊了 可是那時候陳水扁 即使身在獄中 他很嚴正的講說 黃岳錫我們不可能讓他選的 因為我某種程度我有個解讀啦 就一個偏袒兒子的一個私心來講話 我兒子才去選一個司議員 我放你媳婦 你這個媳婦是我們成家 就算你有政治的生命 你是我們成家一手養大的 結果你現在老公你這樣跳脫起來 那我們的這個意思你也不先遵照了 那你反而在這個市場上 有你的這個聲浪產生的 所以以那一次的經驗來講 所以黃岳錫才會回應說 如果我公公他有開口說 讓我選我才會選 那言下之意什麼 就通不過他那一關 目前還沒通過啦 所以很多人去把他衍生 去做其他解讀 我覺得那是多餘的 所以今天陳日中出來講 包括他自己本人 黃岳錫出來講說不可能啦 除非真的是有什麼樣一個轉折